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那个男同事是外地的 工资收入也一般般 日儿有些陷入美主的想法 因为他父母早就说过 不想他嫁到外地去 作为乖乖女的女儿 从一开始就想杜绝这样的错误 所以男同事说工作室时 若有掺上几只热情温暖的话 都被与自动顾虑了 并且客气礼貌的保持距离 男同事也不傻 想必也怕女儿烦自己 自然就不那么热切了 当然 羽儿也知道他不嫌 没空联系也未可知 可是相处几个月后 羽儿发现他身上有很多让他喜欢的地方 可他不知对方喜不喜欢他 因为后来的他 很少主动联系他 除非有事要说才联系一下 羽儿不是外向大胆的性格 他完整含蓄 又自尊心瞧 所以只能默默把这事放在心里 越是这样放着 他越觉得压抑 说自己变得像个神经病了 每天因为想见到他 早早去上班 中午也会跑到他常吃饭的那家餐馆去跟他偶尔 但是经常遇不上他 因为他有时候去 有时候不去 羽儿又不肯直接联系他问他 因为他怕碰壁 怕得不到回应 怕他太久不回信息 自己尴尬 羽儿觉得累 又没勇气表达 也不想不愿直接放弃放下 问这样子的情况 有什么好办法 零 二 按理说 喜欢一个人是件简单的事 你喜欢了 就去告诉对方 如果对方正好也喜欢你 那就皆大欢喜 一拍即合 可是人们最怕那个百念 即对方不喜欢你 那么表白就显得尴尬了 会变成自作多情 可能会被对方看清 或者对方即使接受了 也不重视这种主动的喜欢 不是说谁先开口说喜欢 谁就输了吗 羽儿也怕遇上这样的情形 所以才努力保持坚持 努力藏起喜欢 但是北地里 他的内心戏已经上演很多很久了 有些戏可能会美好 可有些戏确实是很累人的 比如那种看谁都像那个人 干什么都会想起那个人 听什么歌都会联想到那个人 看到所有情话都会想起那个人的样子 我们下期间发 欢迎订阅我的剃复 然后看到我们下期间的一个人非常新鲜 薄荷丝 在这种提供的电坛之后 已经新鲜的 part了 怕了 唉呀 有点约的政脏的地图上 趁太大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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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